老师请喝茶 气氛温馨感人 我想这个就是尊师中道 一个最好的呈现 同学们进来学习 一定要懂得感恩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当你在社会上成就越高 有什么样的丰功伟业 或是良好的品德的时候 曾经教过你的老师 都会余有荣誉 这个孩子以前是我的学生 真的 所以真的要对自己有信心 活动当天 许多毕业的校友纷纷回母校 除了向指导老师表达感恩之意 也借此机会向学弟妹 分享自己的成功经验 充分展现感恩与传承的正向意义 学长其实你看他毕业那么久了 他还愿意回来 就是因为 他的过程就很感激 学校给他的一切 指导老师给他的 那我相信像今年的选手 他在明年他也是会回来 因为他会记得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多少人给他帮助 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整个感恩跟传承来说 是很正向的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选手们准备的速修礼 是由教育局新北市创新教育 加速器计划 经费易助 餐饮科市正以巴黎黄金笋为构想 精心研发了黄金笋特色伴手礼 一位选手在训练之前 犹如埋在土里的竹笋嫩芽 经过师长的教导训练后 才能破土成竹 节节高升 一举在全国记忆竞赛中 勇夺金手奖 记者如同采访报导